如果我们今天分泌出来的油结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了会阻塞我们毛孔 防止我们的护肤品进去我们皮肤的一个阻隔层 那么这个阻隔层也可能会变成这个闭口啊 黑头啊 粉刺啊 所以这些黑头闭口粉刺跟这个阻碍呢 没有办法让我们护肤品更好做吸收 所以在你要学习保养之前呢 清洁是第一个步骤 那么今天呢 莫妮卡介绍给大家这个呢 叫Dipure Cleansing Oil 它不是洗脸霜 OK Dipure Cleansing Oil 它叫卸妆油 这个名字一出来很多男生就会跟我讲了 很多女生也会跟我讲 我没有化妆 怎么我要卸妆 有哦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化妆的 每一个人化什么妆 灰尘妆 所以你的灰尘妆没有去干净 你上什么护肤品都没有用 OK 那么今天莫妮卡选择爱多美的这一支 Dipure Cleansing Oil来讲 为什么 因为它十分的温和 今天镜头前面的大家一定各种皮肤都有 对不对 痘痘肌啦 敏感肌啦 普通肌啦 混合肌啦 干性肌啦 油性肌啦 这个什么肌都可以用 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支Dipure Cleansing Oil 它有什么特征呢 它的主要功能是 再浓的状态有办法卸掉 尤其是有Tint的东西 大家都懂我们嘴巴最近出那个很流行 韩国出那个很流行的什么Tint啊 然后什么Tint啊 这些Tint都是比较难卸的 这样这一个呢 Dipure Cleansing Oil里面的油呢 是可以去带走这一些比较难卸的妆容的 比如说我们的Mascara啊 还有很深的眼影啊 这一些防水的东西呢 都能够去做到这个清洁卸掉的动作 那么最重要今天Moneka推荐的这一支是为什么 因为这一支Dipure Cleansing Oil 可以帮大家带走多余的皮脂分泌过多这些油脂 我们脸的你们用你们的手摸一下你们的脸 好 你看脸是不是滑滑的 但是当你的手一摸下去 你会发现到滑滑的地方上面 为什么会有这个颗粒颗粒颗粒 为什么会有 这一些就是封闭性油脂 也就是你们统称的黑头啊粉刺啊这些闭口 那么这些闭口是没有办法在家自己弄出来的对不对 比较多的方法是要去到美容院啊 用针挑出来啊还是什么 那个又非常的疼痛 那么如果你想在家自己去掉这一些颗粒颗粒的东西的话 每天用它 每天用它 这样这一支Dipure Cleansing Oil非常的特别 它的原料都是比较天然的成分 里面有什么啊马铃薯啊还有这个玉薯薯啊 然后天然的成分 重点是呢里面用了很多种不同的很棒的这个油 不管是花籽油啦还是坚果油啦里面都会做这个调和的动作 让它达到一个可以滋润保湿又同时可以清洁干净你的皮肤 最重要莫尼卡今天选这一支是因为敏感皮肤的人 痘痘肌的朋友 不严重的痘痘肌啦 请为痘痘的朋友 你们都可以用这一支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讲敏感的人他不能够用油 痘痘的人不能够用油 为什么 因为那些油会卡在他的皮肤里面 卡在他的皮肤里面的话呢 就会导致他的这些痘痘声更多敏感 更严重 因为敏感不可以戳太久 所以这一支Deep Pure Cleansing Oil里面是采用非常棒的这一些植物油在做成分 除此之外呢 它是由油状变乳状 大家听好哦 虽然它叫Deep Pure Cleansing Oil Miniac OK 油 但是它搓搓搓之后呢 你放水 然后用水去再搓它的时候就会乳化它 乳化它你用清水冲走 你的脸上不会感觉到有一丝的油份 停留在你每一寸皮肤上面 所以这一个Deep Pure Cleansing Oil 无论在什么时刻 无论你用的产品很贵很便宜都好 一定每一个女生男生都要拥有它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卸掉很难卸的妆之外 还可以帮我们卸掉灰尘妆 还有长年累月灰尘妆累积下来的 闭口风闭性油脂黑头还有粉刺 所以清洁第一步骤你学会了吗 再也不要让自己误解保养第一步骤是 查很好的保养品 记得哦 是清洁 所以呢 现在打开购物车 把这一个Deep Pure Cleansing Oil 放进你的购物车吧 好 那么呢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 什么重头戏呢 就是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Synergy Ampule 那么这个Synergy Ampule呢 是爱多美特别为所有爱美的人呢 所精心研发的 那么在卡卡要分享这个Synergy Ampule之前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认为年轻的时候不需要保养 保养要在25岁之后才开始 那么卡卡想利用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产品的机会 让大家知道其实保养 等到25岁才开始就太迟了 OK 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皮肤开始成熟之后呢 就要先进行保养的动作 那么进行这个保养的动作 对我们年轻的时候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会看到 在女性呢 步入了这个中年之后呢 这些皮肤上面的问题呢 就会开始呈现在脸上 比如说什么 开始会看到有 第一个最多的皮肤问题就是缺水 那么缺水的这个症状呢 不仅是会发生在这个上了年龄中年之后 只要你的保养没有做好的话呢 缺水会是你最大的困扰 那么缺水之后呢 皮肤就会开始干 干了之后就会开始产生纹 产生纹之后呢 就会带来什么 皮肤开始老化 为什么 因为细胞喝不到水 你没有吃饭会不会饿死啊 会 皮肤老化的问题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哦 细胞重生的几率也更低 而且细胞又开始退化 所以皮肤老化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困扰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是 色素沉淀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色素沉淀呢 有些朋友会觉得色素沉淀是化妆品没有卸干净 对这个是造成色素沉淀的一个重点 那么另外呢 也是防晒可能没有做好 会产生一些斑的问题啦 黑色素会更加的活跃生长啊 所以这个色素沉淀的问题 是非常大的这个女性皮肤的困扰 那么为了不要让这些问题呢 发生在我们中年之后 为什么我讲中年之后 因为中年之后呢 你要修复它 需要花更大的时间 更多的钱 更新的科技 去做这个修复 那么在我们皮肤年轻的时候呢 重组的这个动作呢 会比较容易 好 那么艾多美呢 就特别推出了 这个Synergy Ampule OK 那么现在时下最流行的 这个护肤的这个疗程是什么 其实大家现在有在主打活性成分 对不对 那么大家知道吗 活性成分呢 其实需要非常高的科技 为什么 因为它要确保 这个活性成分呢 待在容器里面的时候 还可以继续的生存 而且它要make sure 在这个活性成分打开之后 去到我们皮肤里面呢 它还是活着的状态 因此它非常需要很精密的这个科技呢 去保护住它 让它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 有效的去到我们皮肤的生存 做 拱 而不是开了遇到氧气 然后就哦 死掉了 所以为这个活性的这个治疗法呢 在这个市面上的价钱呢 会比普通的这个疗程呢 来得昂贵许多 莫尼卡听到的最贵的大概是4个月的疗程 需要马币11,000 OK 但是艾多美呢 推出了这套Synergy Ampule呢 4个礼拜还你再生皮肤的机会 这样它是透过一个怎样的方式 让我们可以在4个礼拜做到这个解决 刚才我讲的这些皮肤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来我们看一下 艾多美这一次的这个Synergy Ampule呢 是研究了非常非常多年的 为什么研究非常多年才推出 因为它公司希望一推出市面上 就给大家最好的好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一次的特点呢 英文叫Synergy Ampule 华语呢 我叫它彩虹安瓶 因为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可是大家看一下 你讲颜色不一样 这么白色的 全部白色的 你讲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这一次的特点呢 它分为两个阶段 在这一支安瓶里面分两个阶段 总共有4罐 每一罐针对不同的问题 我们先来讲这一支安瓶 你们看到这个盖吗 这个盖里面呢 就是组装着活性成分的 那么这个下面玻璃瓶装的呢 就是它的基底安瓶 那么大家知道 安瓶这个字听起来 就是很勾力这样对不对 对 因为安瓶这个东西呢 没有人卖这样大罐的 全部小小罐5ml10ml而已的 所以这个活性基底安瓶呢 是采用了这些非常多的保湿因子的 那么在上面的这个活性安瓶呢 它采用的是 保水的这个孔雀石萃取物 那么这一次特别的点是什么 所有的这个活性成分呢 在你要使用的时候 才把它释放出来 怎样释放 等一下莫尼卡释放给你看 OK 我们先来一直一直讲这一些的特点 那么第一号大家看一下 坐纸上有几罐呢 我们用手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看瓶纸上面 它是零 零号哦 然后到一 然后采到二 然后采到三 喂 莫尼卡这么样奇怪的 四罐就一二三四吗 怎么要零一二三呢 原因很简单 第一罐呢 主要的功效呢 是让我们增加皮肤的屏障 什么是屏障啊 保湿的屏障 屏障就是保护膜 OK 而且重点是 它会先解决补水的问题 那么刚刚早期莫尼卡有讲过 其实缺水是最多皮肤 带来的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的脸很干 可是又出很多油 这个也是因为水分不足的问题 如果你有很多皱纹 脸又很干又不会出油 那个也是因为缺水的问题 那么皮肤也会因为你长期没有保养呢 本来够水的也会变缺水 所以为什么这一支补水的 叫零号的原因 非常的简单 原因是因为 它在打造基底 打地基 Build Foundation OK 在你护肤 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缺水嘛 水一补够呢 问题就会减少 所以第一支呢 是打基础的 那么如果你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缺水的朋友 真的 它这一支安瓶是你的救命安瓶 所以零号的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它在帮所有的款式的皮肤呢 做一个打地基的动作 先把你的水补够 OK 那么补水补够之后呢 要针对什么问题来做改善呢 就是要进入我们的这个一号啦 那么我们这个一号呢 有一个很梦幻的名字叫 维塔叶光 Vitalite OK 这个维塔叶光主要是什么呢 里面这个活性成分有大量的维生素C 还有Brightening Coat 啊 大家这位女孩子听到也有Brightening Coat哦 是不是美白的 OK 其实这一支呢 是针对Whitening 重点是改善色素沉淀的问题 刚刚Monica是不是有讲过 如果你没有好好保养 没有好好做清洁 你的这些化妆品啊 防晒啊 甚至是皮肤带来一些肮脏啊 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 造成这个色素沉淀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这一支维塔叶光这个一号呢 就可以帮助你去改善这一个 色素沉淀 斑 还有美白的 这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懂哦 一般上市面上美白的产品 用起来啊 皮肤都会比较 干 对不对 但是爱多美呢 在你使用这一个减少色素沉淀美白的产品之前 它已经用零号 帮你补够水了 所以在你使用这个一号做这个去除色素沉淀 跟这个美白的问题的时候呢 不会带来干的症状 OK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 这一支的肌底安瓶是偏油的 是油状的 所以呢 会更加让你的皮肤在一边美白的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湿功效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礼拜针对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礼拜呢 我们补水 第二个礼拜呢 我们去掉脸上多余的color OK 这样现在我的水够啦 color也去掉啦 我要做什么事情啊 OK 女生最在乎的是什么 皮肤不要有纹路 我的皮肤要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二号 24k黄金安瓶 看到吗 里面满满的黄金哦 这个只是肌底 肌底安瓶里面就加了这么多的金箔 那么这一支我是最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活性成分是采用白梨露醇 OK 白梨露醇是一个非常稀有的这个原料 为什么 因为168L的红酒才可以有1公斤的白梨露醇 所以它非常的珍贵跟稀有 然而爱多美就把这个好料放在了这一支 Synergy Ampule里面的24k黄金安瓶里面来做什么 像这一支是做什么的 这一支是让你皮肤紧致增加弹力去除皱纹 OK说到去除皱纹这个功效 莫妮卡一定要称赞这一支24k黄金安瓶 为什么 因为这一支安瓶呢 它有一个功效是什么 平常我们在去除皱纹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皱纹很切面 OK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样看嘛 皱纹是不是这样一个凹洞的 对不对 对吗 像我们拿来剖开这样来侧面看的话呢 以前的去皱纹的这些去皱霜呢 它是这样子去推开你皮肤 这样子去推开你皮肤 推给它平 你的皱纹就会平掉对不对 然而这一支24k黄金安瓶呢 它是先填再拉 所以就不用拉这样多 它会先填满你这一边的皱纹 让它有东西 你轻轻一拉 它就没有皱纹了 所以这个先填再拉的功效呢 不是每一个产品都有的 然而爱多米的这一支二号的 这个活性安瓶呢 却能够做到这个先填再拉的功效 所以有皱纹的宝贝们 这个东西 敢敢查 OK 想要你的皮肤 弹力水嫩的话 这一支也要 敢敢用 OK 那么再来 走到了我们最后一支 这一个 Miracle Ampule 这一支 Miracle Ampule呢 它的功效是什么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效是什么 把前面做过的事情再做多一次 温习 那么它除了有帮你温习之外呢 它有帮你做一件事情是什么 让你的细胞再生 OK 里面有这个EGF的这个基数在里面 细胞再生因子 让你的皮肤再生 烦恼还童 全靠它 所以 这样一整个礼拜下来呢 想象一下 你皮肤的问题 都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去解决 对不对 一支只可以用一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活性成分只能够生存 一个礼拜 好 这样现在Monica教大家怎么使用好不好 那么我手上 我今天想要示范这一支 24k黄金鞍瓶 这一支鞍瓶呢 所有这整套的活性鞍瓶的这个盖 不要像我的妈妈这样啊 傻傻啊 她直接开了这个盖 然后丢掉这个盖 OK 不要丢掉这个盖啊 好料在里面哦 OK 那么这一个好料要怎么用呢 每一支 一个礼拜内 一定要用完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活性成分 只能够lasting一个礼拜 它只可以活一个礼拜 那么在你要使用的时候呢 才把这个塑胶袋打开 OK 打开之后呢 用你的手 跟它 轻轻的大力一点啊 按下去 看到吗 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有这一个活性成分给它 流出来 流出来过后要怎么样啊 流出来过后你就要去 shake它 OK shake它 OK shake了就会变这一个颜色 OK 那么shake了之后呢 要怎样用哦 莫尼卡 来爱多美非常的贴心 怎么贴心 在这个盒子里面呢 它有为大家哦 准备了这一个试管 就是这个pipe OK 准备了这一个试管 那么这个试管呢 你把这个保持卫生的这一个 拿掉了之后 再把它的这一个盖打开 OK 你看这个是活性成分全部在里面的 然后再把这个试管放上去 就可以开始使用你的活性安瓶了 这个就是活性安瓶正确的使用方法 OK 那么大家哦 记得这个活性安瓶呢 一定要在一个星期内用完 那么有人反应说哎呦你的活性安瓶太大 快要一个礼拜用不完 莫尼卡在这边教大家一个方法 不要只是照顾你的脸而已 我们人类的颈也是很重要的 OK 颈会暴露你的年龄 对不对啊 他们说颈纹一圈代表十岁 那么现在看一下你个别的朋友有几圈 就代表他有几岁 OK 有两圈就二十岁 三圈就三十岁 现场的人已经在开始看了 OK 所以呢 用不完的话 记得要涂颈 那么如果你要想要把这些产品涂在颈上面 切记 清洁要先做足够 才把这些好料涂在你的每一圈皮肤上面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彩虹安瓶 Synergy Ampule 四大功效 那么接下来呢 莫尼卡要跟大家强调一个东西是什么 其实人的身体 不论是细胞 还是我们任何的 这些症状呢 都需要一个周期来做调理的 所以任何的调理呢 都要在一个周期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 Hemophil为什么四盒一起卖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周期的量 OK 这样皮肤呢 也要有一个周期的时间去做改变 虽然这个Synergy Ampule主打一个月四个礼拜换肤 但是莫尼卡会建议大家一定要连续用四盒 为什么 因为四个月是人的身体细胞更改的一个周期 所以不要只是讲哦 他讲四个四个礼拜换肤吗 这样我用四个礼拜就换了三十年没有照顾的皮肤 不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皮肤问题越多 可能你使用的月份就要越久 那么莫尼卡皮肤这样子有没有一直用啊 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 我一直都在用 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疑问啦 你的皮肤都没有不好 为什么要一直用 保养这个东西呢 不是等到它不好的时候才来做 是要在它很好的时候让它保持 OK 这个也是有很多人讲的 护肤这样你们讲这个是患肤嘛 对不对 你们讲这个是患肤 然后我还很年轻而已 我才二十出岁 我才十出岁 我才还没有二十五岁 我需要用到这一套吗 我可以很坦白的跟大家说哦 保养这个东西呢是不分年龄的 这一组活性成分呢 对于已经老化的皮肤的人来说呢 是一个急救的这个强行针 为什么 因为活性成分可以快速的去激活 他们已经老化 或者是已经死掉的细胞 但年轻的朋友们 需要这一个活性成分嘛 我可以很老实跟你们说 非常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要在你的细胞最活跃的时候 保持它的活跃度 不要给它有机会退化 不要给它有机会老化 所以你的皮肤到了一个很中年的年纪 或者是老年的年纪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保持的很美 OK 大家认识李若彤吗 香港的演员 我们的小龙女跟古天乐一起演的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没有整容的他 为什么还是可以保持的这么好的这个皮肤状态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从来没有让他的细胞退化跟老化过 所以在我们年轻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细胞保持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想越活跃精彩 越老越美丽 一定要趁早开始保养你的皮肤 保持你皮肤的新鲜度 保持你皮肤的活跃度 这个就是保养最重要的点 好 那么这个Sinergy Ampule呢 Monica的介绍其实也接近了这个维生 那么在我结束之前呢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多一样的产品 那就是我们爱多美最有名的这个 小蓝瓶 为什么今天Monica会挑选小蓝瓶 出来跟大家讲解呢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有很多顾客 跟很多伙伴跟Monica反映 Monica 这个哦 叫Ampule 这个哦 也叫Ampule 是不是我用了Sinergy Ampule 就不用用这个Absolute Ampule 那么Monica今天在这边跟大家 解答你们这个谜底 到底Sinergy Ampule用了 这个小蓝瓶 还需不需要使用 OK 那么回来讲先 旧的这一支小蓝瓶呢 它针对的是什么 安瓶这两个字 OK 一般上我们在外面用安瓶的话呢 我们都是用小小支的嘛 对不对 那么安瓶这一个名字 它是代表什么 它代表 它代表 快速 快速让你的皮肤吸收 时间短 让你的皮肤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水分 所以它叫安瓶 那么爱多美的这一支小蓝瓶呢 补水保湿是非常重要的 重点是里面也有这一个 细胞再生因子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这个Sinergy Ampule 然后搭配这一支小蓝瓶的话呢 这一支小蓝瓶会在 这个Sinergy Ampule之后 做到一个进化的动作 本来你用这个Sinergy Ampule 它的效果可能只是5分 但是如果你用了这个蓝瓶去给它的话 它会把它推去7分8分 它会像一个booster这样子 去boost这个Sinergy Ampule 所以两个都要一起用 OK两个都要一起用 尤其是如果你的皮肤 有这个痘痘留下来的月亮洞的话 更加要用它 好不好 更加需要用它 而且这一个Ampule呢 它没有活性成分 所以不用怕它一定要在一个礼拜内用完 因为这一个没有活性成分 所以搭配这样子两个Ampule一起使用的话呢 你的效果会比原来你只使用Sinergy Ampule 或者是原来你只使用小蓝瓶的效果 来得Double Up 会更加的好 所以这一个呢 一整组 Sinergy Ampule 还有这个小蓝瓶 还有我们的这个 Deep Pure Cleansing Oil呢 是一起的 但是很多人就会问 莫尼卡是不是我用了Dip Pure Cleansing Oil 用水洗脸 然后擦这个Ampule 擦这个Ampule就可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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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们 不可以skip掉保养的步骤的 什么是保养的步骤 清洁过后一定是洗脸霜 洗脸霜之后一定先是收缩水toner toner之后呢才是Ampule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啦 莫尼卡如果我的小蓝瓶 跟我的Sinergy Ampule一起用的话 我要先用哪一个 OK 莫尼卡会推荐大家先用Sinergy Ampule 因为Sinergy Ampule有活性成分存在 所以在你的皮肤洗干净之后呢 收缩水做了一个Foundation的工作之后呢 马上让你的皮肤吸收 活性的成分 再来吸收我们这个 补水保湿的这个Ampule会更好 然后才上你的精华液 才上你的盐霜 才上你的营养霜 或者是Lotion 然后如果早上出门的话 不要忘记要涂防晒 OK 防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不然以后会有很多斑 OK 所以呢 今天这个就是莫尼卡今天为大家准备的 这个爱多美的这个产品分享 希望大家在3月份过这个Samba 妇女节 每个人都可以美美的一起过 然后重点是 记得莫尼卡跟你们讲的 保养要从年轻开始 做到我们 没有办法做保养为止 OK 所以保养是女人的终身事业 如果你想拥有完美的人生 首先你要有完美的皮肤 因为一切都是从美开始 好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如果听完之后呢 马上打开你的Apps吧 刚才卡卡讲的所有的产品呢 加进购物车 一起加入我们的妖精俱乐部吧 我们妖精俱乐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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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